镜头可以看到一人王力宏是穿着白色的衬衫 牛仔裤面对着微笑 但是呢对于所有的询问他并没有回答 而前妻李靖蕾呢则是在律师的陪同之下 晚了十分钟抵达法院 还特别跟在场的媒体挥手之意 这是因为呢王力宏认为李靖蕾呢 没有遵守法院的裁定而申请强制执行 台北地方法院家事法庭在今天少午召开的协调庭 让他们的家事再度的也闹上法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